我要强调就是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短期的课程解业 可是绝对不是整个这事情的结束 而是通过这个对话互动的过程 我们整个要启动设计思考这样的一个起点 精英的植入然后透过我们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相信我们绝对能够让台北市发生一些结构性的change 这次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让他们来自当中太难让健康健康 还要在里面 基本上效果如果像我可以太能见到他OK我家肯定就很高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付出这个世界能够创造出一些改变的效果 后续是有一些这种遗憾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做 动起来 我就去做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一群蚂蚂蚂蚂它是直线性的这种步行动 它会沿着这条直线前进 这些是一次元的蚂蚂 那么当前面出现石头的时候 他们会遭到那个阻碍无法前进 就停在那里 可是真的要一直停在那边吗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比喻性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有几只比较身心好奇的蚂蚂蚂 它就会开始跑到那个线外面去探索环境 但是接下来遇到另外新的问题 就是墙壁 二次元蚂蚂只懂得往旁边聊到 却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墙壁的考验 接下来该怎么办 有几只勇敢的蚂蚂 它就会冒着生命的危险 你看重点 生命的危险往上航 那底下一定会有一些蚂蚁在那边叫声 你怎么可以爬上去 谁说你可以爬上去 但是它蚂蚁是有往直前的 那这些种的上下移动的蚂蚁 就变成三次元的蚂蚁 开拓了通往新世界的大楼 因为政府是一个封闭性 那时候封闭性能 大概运作太久了 这个相无隐末 大概就是想来想去就是这样子 所以怎样把眼睛的力量进来 我们大家都练建筑 我们会建筑室 可是在真正执行业务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建筑室 怎么样的矿城去做一些事 那并且不是太值得问题 而是汪汪加价的这些东西 会比较容易 我相信工部门绝对有很多的限制 是因为过去累积到现在 有很多制度和庞价所受限的 可是实际上我相信每一个人 不管你扮演的是民间的角色 或国部门角色 你绝对希望你所生活的环境 变得更多 那我觉得要建立在一个 新任的基础上面 来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可能性 一定要骗来 大家都是不是越近 而且是那种往前走的人 我不是往后走的地质 因为往后走的地质 其实大家注意到 我们都要加好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 太多的法令违章要调整 我们有太多的对外人不友善的 舍措施要调整 我们有太多的 我们有太多的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对神任尊重的感觉 还没有改进 其实设计它 例如是一个创意 就可以去达到一件事情 第一个城市它够资格被称之上 其实我觉得最基本 能连接重要的当地 绝对不会是 只是看到很好建筑 我要改变什么 我需求什么 重新自己 然后去发展一些 就是重新定义 那重新定义 也许就可以找到更多了 其实对于设计的想法 并不是那种一瞬间 它比较不是说 我今天出门 要找个大半自查的设计 而是在生活当中 这种非常稳定的 非常稳定的 非常稳定的 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大众这个概念 可以用许多 幸福的小众这个概念 来取代 其实是你在用 各式各样的方法 创造它的幸福 我们往往解释 大众的这个概念 觉得每一件事情 如果能够找到 理想跟现实的平衡点 那件事情 才有可能 不断地被继续下去 发现其实 主要是在一个事务团队里面 在他们一个组织里面 彼此间那个资讯的串流 那个资讯在串流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好玩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般的创业 开始的企业就在这里面 我们有时候在做创业的时候 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被isolated 我们被隔绝开来的时候 好的东西出不来 因为我不知道 旁边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触媒 是一个媒体 能够引发我们 跑出来什么事情 可是当它这个资讯 所有不同的单位 逐渐逐渐在 分享它们所拥有的 不一定是正式的管道资讯 尤其甚至于 有些是小道消息 这些东西在串流的时候 我发现 诶 这个事情会惨 我们觉得那个真插进去 看得到它 启动的这个状态 可是在大家都 还不认为那是真的 这些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 是应该再多谈几次 因为我觉得 常常从脑筋冒出来的思考 永远觉得它是一种想象 可是如果说这个想象 能够经由工的部门 互相了解之后 大家还取得一个叫做 要不要把它变成真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 设计思考的工作 好像就会变得非常有 有积极性 时间上的问题 到最后会感受到说 进入行更长的一点的时间的话 那它们其实就能够 把新闻开放得更大 我觉得它们应该要开始 考虑建立在市府内部 建立一个平台 就是它们自己本身 就应该有个平台 去让这样的刺激跟串联 一直不断地发生 而且这个平台 最好不要在内部 因为只要是局处 要组织 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 我觉得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好的音乐 好的食物 好的 我的意味就是这样子 一些好的氛围 市府尝尽 必须去创造一个好的氛围 让这些东西有机会 被人接下来 台北其实走在一个 走在一个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就应该走的一个定位 要让台北成为一个 所谓的设计制度来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任意的参与 那这个气氛 它就会带领整个台北市 走出自己的台北风格 那我认为这个风格 就是我们参与台北 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总不能一直在做下面 集盘的设施 可是最上面那个 顶端的事情能做 如何给民众 明天的信念 这件事情一定要传它们出来 而且它不能只留在一个 Statement 它就是一个 从行动变运动 那一条线 正确设计制度的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想到吧 创立这个基因 来到台北市的品牌 然后整个的市政府 就像一间公司 它要有好的产品 来服务它的客户 那中间绝对不可能 没有设计的存在 如果是市长 我第一件事情 我会找进我所有身边的工部门 已经有非常有经验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非常乐观 非常谨慎的 抽丝剥茧的 把所有跟法律 会计 执行公务上面的 所有问题都摊出来 可是never say no 一定要say yes 而且它要有执行力 第二点 我必须要有另外一群 非常专业的 创意的人 它可以是政府机关的 它也可以是政府机关 特拼外面的人 随时在watching 整个台北市的 叫做创新的总监 这个总监 从美学 从人性指導 从城市的各种服务的关怀 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创新总监 把本来看不到的 本来很负面的 所有的观点 要转成一个 看得到的 正面的 而且具有新的时代思考的人 应该不是分属各部门的顾问 随时它在主控所有的事物 从最大到最小 然后它要变成一整体 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这个创意总监的团队 加上一个核心的执行 这些所有公务部门的团队 我才有机会把九大局处也好 或各局处提出来的方案 在最短的时间 评估哪些是可行哪些不可行 所有我认为的城市基础 不会是在今天 也不会是在明年 我至少我觉得是在十年后 我个人认为 虽然台湾的政治性态 不太可能会有四年后 这样的这么长远的方式 可是城市本来就是 十年后的事情 不会是今天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一个城市要变成设计制度 或者不称为要设计制度 是一个具有实战性的城市 一定要把十年后的 picture先划出来 回推 不是在台湾 我现在有什么 然后正推 那当然 今天这个短时间 有办法建构一个事情 当然有 我觉得 建构一个事情需要一个共识 让所有人的眼睛 都丢到很远的地方 你今年一年内 我觉得就可以住 麻烦是结果两间 我觉得 台北的设计制度 应该就是台北了 虽然这样讲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 台北就是台北 它不会是任何的城市 它就应该是台北 我觉得台北是越来越好 我自己说实话 我认为台北越来越好 其实在这个世界设计制度 其实重点不在真的 拿到那个名称 我所谓的台北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了反省 我们有了进化 我们有了升职的机会 那我觉得其实 就很像说 我刚才一直在 演化很多人的东西 一起 彼此都是重要的伙伴 这样的路向俯示 走向幼天 就是我们 设计制度 真的就是在创造 好的中国品牌 设计制度 不是在做台语 要不要把它调到台风 你渴望生活 你就有自己指向 大家先回避 它可以有任务的背吧 可以忽略的更加尊重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 我想真的做棒 然后才有可能 把所有的 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愿景 都会被策定地实现 因为很多人数 基本的情感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被保留 過學的時候 刻意把這個測試放慢 放有點不方便 產生不完美 你才知道自己的記憶到 結果馬上到了 還要站一站站一站 還沒什麼東西到 那收到的時候 真的是珍貴的感覺 就像我們在開車一樣 你開得越快 你開得越少 如果你今天慢慢走 你會知道台北市 它哪裡最漂亮 其實台北市人最漂亮 就是當你真心渴望 我們這些東西的時候 整個宇宙都聯合起來 幫你完成 謝謝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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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要開始嗎 哈哈哈哈 na 謝謝 啦 п